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翻開五十一頁 五十一頁 請合掌 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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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頁 倒數第一行 第四,懺悔品第六云 今可各個弧貴 弧貴就是常貴了 我們中國人的貴跟佛陀 當時在世的時候那個貴 是不一樣的 佛陀當時在貴的時候 只有貴一腳 一個腳啊 只有右膝著地啊 偏袒右肩啊 合掌相佛啊 我們這個現在的頂禮是 中國式的五體頭地的頂禮 那麼五體頭地的頂禮是 根據中國的禁見皇帝的時候 禁見皇帝的時候 所以用最恭敬的來拜 因此我們現在的貴 這常貴跟佛陀在世的貴 已經不一樣了 佛陀當時在世的時候 貴只有貴一個腳而已 要起來的時候力量就大 所以只有貴一個腳 起來的力量就大 那麼我們現在的貴已經不一樣了 貴下去以後呢 還要做一個少許的動作 才爬得起來 現在中國式的貴不一樣 那麼金庫各個不貴 就是常貴了 就講一下這個環境上的不同 先未傳自信五分法身香 自信就是萬法不離自信 雖然說這五分講起來 有各個分開來 但是其實是原自於清淨自信 所以叫做自信的五分法身香 為什麼就是香呢 叫人人讚嘆 我們現在的修行人 只懂得點外面的香 不懂得點內在的香 吃戒莊嚴就是點香 你不吃戒清淨 你點點再多的香 也不夠莊嚴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想 燈表示智慧 花表示莊嚴 因此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表法的東西 有外向上的莊嚴 最重要的是內在要莊嚴 內在要莊嚴 底下說 二就是定香 什麼是定香呢 心裡有定 就是真的香 也就是賭諸善惡境相 自信不亂明定香 諸位 什麼叫做賭諸善惡境相 因為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善向善向空 惡向惡向空 其實這些境界 本來就是生命緣起不可得 所以如果你心住著 落入善 那麼執著善 落入惡就執著了惡 因此清淨自信當中 善惡清清楚楚 但莫住著 就是賭諸善惡境界相 自信不亂明定香 這句話 可以在你的職業上 你任何一個工作廠上 絕對用得著 我們這個世間 哪一種人都有 你在你的公司行號 乃至銀行學校 老師 什麼樣的複雜的人都有 什麼樣的個性的人都有 你會發現 很多人都在搞小團體 心機啊 重重 對 你看了以後 很難過 記得 堵諸善惡境相 自信不亂 就是放下 告訴自己 只要跟自己 生死沒有關係的 根本就不需要去 在意 因為 他的善惡 跟我們的生死沒有關係 心自然就不亂 名叫做定香 換句話說 一個人 情緒不會隨著善惡的 境相 轉 那麼這個人 就接近了佛道 也了解佛的 內心的深處 第五 第五 機緣品 第七 聚雲 五八六七 果音轉 但用明言無實性 若已轉促不留情 凡心勇處 哪協定 這個如果沒有研究過 維世學的人 實在是完全看不懂 這個五 是指前五四 為什麼前五四 都一起討論呢 因為他們的功能 都是對外境的 言對色 耳對身 鼻袖相 舌 腸胃 身 那麼就是醋 這些都是根對境 所以 這前五四 言耳鼻舌 身啊 它的作用 都是一樣 對外境的 所以 前五四 言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身是 統統一起討論 那麼 這前五四 要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轉呢 要到成佛 成佛 佛為什麼有三十 像八十種好 就是當佛陀轉心 轉成大圓靜置的時候 就是 徹底的轉 把第八一四 徹底的轉式 成 成字的時候 就是轉阿賴也是 變成大圓靜置的時候 它這個色身 起大的變化 起大的變化 也就是 心清淨的時候 它這個面相 就一直莊严一直莊严 菩薩的臉 就一直出來 再來就轉變成佛臉 三十二相 是這樣現出來的 不是說 佛陀一出世 就是三十二相 絕對不是這樣的 是因為轉了 第八一四 因為這個第八一四 就是命根 根深器界種子 都在第八一四 所以轉了第八一四以後 它生死自在啊 人一切境界 視線最莊严的像 所以 前五四要轉 必須要成佛 十地菩薩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麼 前五四就是最後轉 因為它是果報 它是果報 那麼果報就是究竟處 所以果報不好轉 知道吧 我們 人一出生 它就差不多有一定的相貌 因言福報 差不多都有固定形象啊 那麼 因比較好轉 因就是第六意思 跟第七意思 比較好轉 比較好轉 所以再看下去啊 那麼底下的八呢 就是第八意思 六就是 第六意思 七就是第七意思 把筆拿起來 五跟八 畫一線 上面寫果上轉 就是成佛才有辦法轉這個東西 叫做果上轉 六七 就是第六意思 跟第七意思 這些因上轉 因上 就是取心動力就可以轉動 譬如說 建一切相 不執著 第七意思就轉 建一切相 不分別 第六意思就轉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不執著 不分別 那麼 六七 徹底的轉 但是啊 有的要轉 很久 百千萬劫啊 因為習氣難斷啊 所以最後 四線 成佛身 要轉第八意思 要修 無量益劫 因為他 太唯心了 太唯心了 連二聖人啊 都不認識 第八意思啊 世尊講 我已以凡義啊 不開眼啊 我對凡夫啊 愚痴的凡夫 這個凡義啊 是什麽 是正阿羅漢國的啊 連正阿羅漢國的 世尊都不隨便地講 講到 維系的第八意思啊 連正阿羅漢國 佛都不講這個 維系的第八意思 給他聽 何況我們這些凡夫呢 那麼說 我們大聖佛教 為什麽 來徹底地講第八意思呢 因為大聖佛教 要就近菩提 要成佛 所以先認識他 不為過 不為過 所以就是 五八六七 果因轉 果是指五跟八 因是指六跟七 第六意思跟第七意思 那 那麼第七意思 又比第六意思 更為細 那麼第七意思 那麼 又比第八意思 更粗糙 所以第八意思 就是 最細的了 那麼簡單講 就是前五四 是對境界了 第六意思 就附著在 前五四起作用 就是五句起意識啊 那麼第七意思 作為前六四的意根 也就是支持第六意思 變成分別同時加以執著 同時也支持前五四 看一切境界 同時執著 因此啊 六七 是修行轉捩點啊 轉捩點 修行要在哪個地方下功夫呢 要再把這個 執著轉調 變成 無所著 無所著 把分別心的第六意思 變成平等 不分別 因此啊 我們要了解 五八六七 果音轉其實 都是同一個如來葬性 轉來轉去 其實都是同一個如來葬性啊 但用明言無實性 只用明言無實性 比如說前五四 空無自信 第八一四 空無自信 第六一四 空無自信 第七一四 也空無自信 那是因為迷惑了眾生 所以佛 特別為了 讓大家稍微清楚的了解 在解這個次第的法門當中 了解這個佛法的一理生前 因此才定出 前五四 第八四 第六四 第七一四 但是 這八四 這八四通通是如來葬性所引現出來的 所以 轉 其實體 本來就是不生不滅 但用明言無實性 只是說 說一說而已 說一說而已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轉 所以達望本空 知真本有 了達這八四 都是虛望不實的 是就是性 知道吧 這是一不是二 不是一不是二 明了也叫做是 悟了叫做性 性是周篇法界 其實是就是性 性就是是 是平等不二的 知道嗎 所以 性的展現就是智 為什麼說 轉世成智 對 轉世成智 大悟以後 第六一四叫做妙觀察智 第七一四叫做平等性智 第八一四叫做大言禁智 前五四叫做成所作智 就是為什麼 因為同一個本性 是不是 所以轉世成智 其實都來自一個清淨自性 那沒有轉來轉去 方便說 若一轉觸不留情 如果再轉世成智 轉煩惱成菩提 還不加一個轉字 就我在轉念頭 我在 比如說我不執著 還加一個我不執著 這個就變成執著了 這個就是轉觸留情 當你在 憤怒的時候 人家講 某某吉士啊 你不要生氣啊 不要執著 我才不執著呢 這句話有沒有執著 有啊 還在生氣啊 雖然說嘴巴講 我不執著 我不執著 可是那種態度就是 很憤怒啊 對不對 啊 所以說 若以轉觸不留情 如果再轉世成智 還不能找一個轉字 還不能找一個轉字 停留情